各位观众大家好 很开心又跟大家再次见面了 在过去这一年来 疫情爆发以来 很多的展览都已经取消 不过很开心在2021ChannelPlus 将在下个月如期举行 我们也跟CPRJ有一个很好的联播方案 请大家持续锁定我们PRM Media Channel 那今天很开心为大家 邀请到新龙滚崖机械有限公司的李总经理 来到现场跟我们分享 我们也都知道新龙滚崖 其实是最早是以魔头 尤其是吹魔机的魔头加工起价 那也因为对于这个吹魔机非常了解 那甚至一道整机啦 周边零配件都是你们最擅长的 可不可以让我们的观众朋友 更深入的了解新龙滚崖这家公司 其实新龙大概在开始拓展外销 这个时间点大概在十年左右 那其实我们公司在做魔头加工技术上面 其实已经累积了大概有四五十年的历史了 所以刚开始我们在拓展外销的时候 其实一直在想说 我们该怎么样去凸显公司的优势这件事情 到目前为止啦 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说 新龙在世界上已经打出了有一定的品牌知名度 我们新龙公司就说 除了它本身就已经有累积到四五十年的加工历史之外 不管是在一些将功的机械设备 品质的检测要求 以及所有的梁具规格 我相信应该是全台湾最齐全 对于做吹磨模具这件事情上面来说 那我也觉得这个就是说 新龙之所以可以在吹磨的模头加工上面 跟设计制作上面能够维持这么久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我之前在跟Amy聊天的时候 也知道就是新龙它最让你引以为傲的 有三件事情嘛 一个是服务啦 一个是你们的加工 跟你对品质的要求 可以跟我们聊聊更深入的知道说 是什么让你们去追求这个部分 我们这么说 以服务这件事情来说 其实我的出发点 我常常会在客人的立场去想这件事情 就是我们讲的以客为尊 以客为主的概念 我会设身处地的帮客人去想 我现在帮你做了这样的模头给你之后 你怎么用 怎么拆 怎么组装 那可以为你带来多少的效益 你这个模头可以使用多久的寿命 我会用这样的方式来跟客人谈 甚至包括虽然你是跟我买了一个模头 可能我觉得金额也没有很高 但是你碰到的所有问题 我们会一一帮你做了解排解 然后让你能够知道说 关于这个模头你最好使用的模式 或者是你要怎么样去搭配到它最好的机台的方式 会是怎么样来操作 这个是我们讲的以服务的概念 如果你有这样的服务概念 当然第一个 你的专业知识一定要够足够 专业知识足够的情形之下 第一个在你的加工技术以及进度上面也要很有要求 所以在加工上面我们公司会要求 所有出厂的东西都要要求有 增圆度同性度垂直度这三件事情 我们标榜客人拿到我们家的东西 谁装谁用 这么棒 那我们也知道就是说 辛龙他其实不只是在模头上面 有一个很擅长跟独到之处 也做整机 那这样会不会就是说 跟你的客户会变成竞争对手 你怎么样去化解这个部分 这个其实在十年前开始 我们第一次踏入展览这个事情 我们就已经全盘有想考虑到了 所以我们会非常注意这件事情怎么样 比如说我们可以知道每一家 比如说像我们讲的印度某一些国家 或者是土耳其有哪些国家 他们家模头的设计的要点以及机台的特色 所以我们绝对不会把土耳其的模头卖到印度去 也绝对不会把印度的模头卖到土耳其去 等于说有一个很完整的很严明的市场区隔 对的我们讲的 每一个国家有他每一个国家的使用习性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公司 其实我应该是说我会特别去针对不同地区以及不同客人 你的不同使用的方式去做不同的研究 来了解那个市场你最适合什么样的模头类型 对这样子来做区隔 那你们在遇到跟客户在模头的设计上有没有特别的要求 我只得了哪 有些客人他们家的模头有要求 他的模头里面我们讲的就是在设计上面会说 他需不需要有很大的一个压力存在这件事情 也因为这样子的原因所以在去年开始我们公司引进了魔流分析这套的整套软 那也开始去跟学校做产学合作 也就是因为要来适应每一个客户不同的要求 摩头设计上面会有牵扯到压力这件事情 以及温度控制 在摩头设计上是很重要的 那也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会去区隔每一个客人 他们最适合的模头以及温度的方式 然后来改变模头的设计 在过去的这个COVID-19的这个期间 我想要了解一下就是说 对新龙有什么样的影响 那你们是怎么应变的 我觉得其实这两年来说 这个的冲击确实是很大 我们可以这么说 其实刚开始影响的是产品上的问题 产品上的问题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机器做好了 我们有办法去帮客人试机 那客人这个其实下了订单之后 其实已经很久了 那也因为这样 尤其是最近在闹得沸沸腾腾的 运输上的问题 那再来就是汇率的变化 那因应这个问题 其实我们有尝试去跟客人去调整 一些售价的部分 那我觉得但是因为在催磨的模头当中 它是属于 模头算是催磨的一个核心零组件的部分 如果我一调整 这一件事情上真的是转家 因为你们经历过大大小小不同的事件 而且几乎是全球有很多催磨的疑难杂症 都会来找到你们 那你们其实本身就具备有加工的能力 跟整机的能力 那可不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 就是说你看 接下来整个催磨机的市场 它的趋势跟技术会往哪边发展 我们这么说 因为现在的经济形势跟一些市场环境跟着改变 然后小家庭也慢慢越来越多 所以我们公司在这五年当中 我们就致力推行 比如说多层模头这些事情 再来就是说这两年开始也在推可分解的催磨机 是 第一个在多层催磨的模头上面 我们会这么推是因为 现在的小家庭大概就是真竹带 对或者是网路消费的部分 是 宅经济 那所以变成这边的塑胶模的需求比较多 我们也就因为这样子的部分 所以来发展不同的模头 来适应这个市场大环境 那可分解的部分也是因为现在全世界都在线索 是 所以我们公司才会推行可分解催磨机系列的东西 那其实我们有去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 在可分解的催磨机 其实我常常我的客人都会问我一个问题 就是 我会想跟你买一个模头 那我的原料是可分解的 我们就问他了 可分解你要用哪一个的原料 他有分成好几个好几种原料形态 也是因为这样 所以我们从去年在2019年之后 我们就开始公司也有一台可分解的机台 就是在试验所有不同的可分解原料 目前已经试了四支原料 这四支原料 他都有不同的温度 以及他的产量 这是我们已经试起来的效果 那在模头上面 以及整台机台设备上面 都会有一些小幅度的不同 与改变 这个是我目前知道的这个状况 听起来就是新龙已经做好一个很好的准备 所以在面对这个生物可分解的这一个市场 其实你们有更多的一个经验 而且你们我刚听到有四支的这个原料 你们已经完成了测试 那你会比较建议就是说 你的客户是直接跟你采购一个原件呢 还是用整机的还是怎么样的方式 在可分解这件事情上 生物可降解这个事情上面 我会希望客人是以整机的方式 因为他如果只单买一个模具的话 他要改变的东西 是无法真正解决他们的问题 对的 那我们今天也是非常非常开心 就是Amy 来到现场 跟我们聊这么多吹磨机的这个趋势 还有你们在China Plus 有一个很好的展出对不对 那我想要知道说 在这次的这个China Plus的整个展出当中 你们的展出亮点是什么 我们这次的展出亮点 其实我已经还是延续在 2019年K展以及2018年的China Plus 我都还是沿用这样的主题 因为在催磨市场来说 你开发了一个新项目 它并不是一年两年 就没有它的那个青春 我们讲的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黄金时代 对 这种东西开发了出来 大概持续大概至少都有十年之久 所以这个部分我还是沿用了2019年的多层 那今年多加了一个可分解催磨器 是 这个部分真的是非常建议所有观众 如果你们对于生物可降解的这个催磨的技术 还有磨头上的一些问题 都非常非常欢迎来到新龙的这个摊位的现场 那我们也可以留下你们资料 让我们可以更多的跟你有一个联系 那今天我也非常非常谢谢Amy 来接受我们的访谈 也祝福你们在China Plus有一个展出成功 并且祝福你们在2021开出业绩藏红 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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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Amy 谢谢 谢谢